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诸葛亮为什么要从徐州到荆州 诸葛亮从徐州到荆州真正重要的关键有两个 第一个是陶谦的因素 当然跟黄金之乱有关 陶谦算是不错 就是把青州跟其他地方进入徐州的黄金 完完全全再赶到境外区 第二个就是曹操学习徐州的事情 就是曹操学习徐州发动了徐州之战 而后这个地方又因为陶谦刘备跟吕布的关系 使徐州变为一个战乱地区 所以曹操在学习徐州的过程当中 各位可以仔细去看 从泰山一路下来 泰山郡一路下来 就刚刚好到达狼崖这个地方 狼崖国 阳都这个地方 就是现在的林一县 我们可以理解到 曹操的清徐豪霸 所谓清徐豪霸 清徐豪霸 是以青州一县为主 而于徐州为府 所以他长期以来 都在泰山郡一带盘踞 那距离诸葛亮的家非常的近 再加上陶谦部将杀了曹操的父亲 所以曹操未报雪仇 他两度入侵徐州 使徐州成为一个战乱之地 那一年诸葛亮应该已经是十岁 而他父亲已经死了两年多 那从诸葛亮八岁到十岁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尤其是十岁的时候 一个动乱平凡 战祸不止的徐州 导致了诸葛家族 他必须要为家族未来的发展 做一个重大的决定 诸葛归死后 我曾经说过 是由诸葛玄带领了诸葛亮他们 要到荆州去投奔刘表 所以我们来看看 就是从徐州到荆州 这里面那有 有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这个有趣的问题是在哪边 在动乱平凡之下 诸葛亮究竟由徐州到荆州 他是走哪一条路 当然很多人讲 他是走陆路 那事实上不对 为什么讲事实上不对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陆路 当时候我们看 除了徐州 青州 兵货连结以外 远州也在兵货连结 再从远州到豫州 也是兵货连结 豫州那个时候 应该是孙坚 担任豫州赤死 所以我们仔细看 看 当他要从徐州到达荆州 他走陆路的话 他风险非常非常高 况且群盗很多 就是盗贼很多 那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他以安全保险为上的话 诸葛亮从徐州到荆州 应该是从水路走 因为毕竟水路 比陆路还要安全 在水路想要打劫的话 是非常的困难 但是陆路的话 你难免会碰到军阀的部队 盗贼的部队 所以诸葛亮从徐州到达荆州 应该是走四水这一段 就是诸葛玄带着诸葛亮两位姐姐 还有诸葛亮跟诸葛军 他们四个人到达荆州 从四水渡淮水 再从淮水到长江口 再从长江口到荆州 就是因为诸葛亮 他走的是水路 各位不要小看诸葛亮 当他水路一走 耳后诸葛亮为什么会有长江战略 跟他这一段的迁徙过程 息息相关 那这里我也顺便讲一个故事 过去 中国有很多内陆省份 但在1949年 他们的军队来到台湾 各位晓不晓得 第一个 他们没有看过大海 第二个 他们根本不知道台风 第三个 他们根本不理解什么叫做地缘战略 那第四个 他们也不清楚什么叫做岛屿战略 那从1950年代以后 各位晓不晓得 台湾有一种变成的选学 叫做地缘政治学 很多地缘政治专家 一日而起 就是一夜就有很多的所谓的地缘政治专家 那这一些人几乎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我们可以说 就是中国内陆的省份的人 对于海岛战略地形会了解 会理解 那么透彻的 他主要是跟他的迁徙经验 那有关系 这一边 我在讲一个我父亲朋友的故事 我父亲的朋友 他是住在山东内陆的河泽 那这个地方几乎很少通向大海 他在宜蒙山区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生活得非常困苦 他是因为从军 所以呢 他从河泽到了长山八岛 再从长山八岛到舟山群岛 再从舟山群岛到厦门 再从厦门回到台湾 再从台湾到海南 海南再回到台湾 这个时候他才理解到 蒋介石选择台湾 跟过去他们内陆的思维是完全的不一样 这个是研究蒋介石 蒋经国 很难理解 各位仔细去看 过去蒋介石的日记 几乎讲的是陆战的布局 你很少讲到海战或者是空战的布局 可是他到台湾以后 他是拼命讲海军空军的重要性 我们看蒋介石从1950年代一路到他走 到1975年4月5号走 他向美国要的最多的军援是什么 第一个是战机 第二个是战舰 第三个是潜舰 从这一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因为他迁徙路线 他所历经的地方 他自己的所见所闻 会改变掉一个人的思维 所以诸葛梁 为什么会有长江战略思维的出现 显然跟他这则迁徙路线有关 很多人都说他走的是陆路 可是经过我的推算 那是不可能 他至少要经过四个房区 陆路的房区 还有陆路的盗贼 是他很多不可测的风险 唯独水路 对他敞开大门 那这一段历程 诸葛亮十岁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徐州 然后到达了荆州 到达荆州以后 他的俗士又把他安排好 然后到南昌西城去任职 那当然历史上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说 他先被元素委认为西城太守 而后又被赶走 赶走了以后又被刘表伟认 但是诸葛亮传明白的记载 与刘表有救 就是说换句话说 诸葛亮的俗父诸葛玄 是跟刘表是朋友 所以他被刘表 所以他被刘表辟属到 就是代理的意思 担任西城太守 然后死在西城 这个时候 诸葛亮就在荆州住下 他在荆州住下 很多人都讲诸葛亮住在龙中 事实上 他跟他俗父刚到荆州的时候 应该是住在襄阳 而绝对不是住在龙中 龙中是他的居住地 就是这样子说好了 龙中是他的居住地 户籍地 那没到龙中 以前他的居住地 应该是在襄阳 因为诸葛亮那一年 十岁他到了荆州 那很多人讲 就是说诸葛亮可不可能 十四岁以后才离开家乡 我们的推估 他离开家乡的时候 应该是十到十一岁 刚刚好 那个时候是曹操攻发 徐谦的时间 那曹操攻发的地点 就是打仗的地点 几乎都在徐州的北部 那徐州的南部 很少受到兵或连接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诸葛家族 他要选择水路 进入到荆州的原因 因为徐州的南部 是广陵郡 广陵郡地广仁西 况且又有水路之变 那从水路到荆州 那到达荆州以后 一定诸葛玄非要先安排好 诸葛亮家族 就是他两个姐姐 诸葛亮跟诸葛君的事情以后 才到西城任职 那很多人讲 他会不会跟随他 俗赋到西城任职 应该不会 原因是有两个 第一个 就是诸葛玄到达荆州以后 他的大姐就嫁给了庞三明 换句话说 他家大姐嫁给庞三明 庞三明的爸爸又是庞德公 所以各位看 诸葛亮跟庞德公的感情是非常的深厚 应该诸葛玄请庞德公来照顾他的家人 就是诸葛亮跟诸葛君 第二个 他又嫁给了荆州大族 凯齐就是现在的上庸郡 就是现在的房龄 从这些我们看 就是诸葛玄到达荆州要上任 以前一定把他两位 子女的婚事都安排好 我刚刚讲过 就是魏晋南北朝 一般人普遍结婚的年龄都是十四五岁 诸葛亮如果是十四岁的话 他的姐姐至少比他大个 因为诸葛景比诸葛亮至少大了七岁 所以他的姐姐应该是在三岁到六岁之前 从年龄上面我们作为一个判断的话 就是诸葛玄一定是把他两个姐姐的婚事 通通都准备好 或者是把他婚事安排好 才到西城上任 这个就是说从徐州到荆州 我们来看那第二个 俗赋遇难 必居隆中 其实他俗赋没有遇难之前 他念的是劝阅学堂 这个劝阅学堂里面 就是我曾经讲过 有庞德公 还有一个叫做司马辉 司马辉一生最得意的是交出了三个 三个名称 就是说一个老师能够交出三个很有出席的名称 或许我们去看看 就是大家只研究司马辉跟庞德公 还有诸葛亮的关系 那相对另外两个人就很少研究 这两个人一个是庞统 庞统就是他讲的凤厨 还有一个是谁 还有一个是刘毅 就是明法 明臣 就是明器的明 法家的法 那刘毅 他在朝 朝魏政权也当了大官 就是曹操发荆州的时候 他是随曹操回到北方 其实他是诸葛亮的同学 为什么 因为有一段话 就是 司马辉在劝业堂上当众夸奖刘毅说 黄中通理 那语出译经 他就非常看重的是刘毅 诸葛亮 然后庞统 他这三个学生耳后都做了高官 那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 诸葛亮他进入到创业学堂 应该是14岁到15岁之间 当然有人讲是17岁 那事实上 刘表那个时候刚刚好设立的学校 那这个学校的名称就是耳后大家通称的 叫做荆州学派 那荆州学派的学风 跟东汉的学风是 是完全两样 东汉的学风是什么 化简为凡 那荆州学派呢 是化凡为减 所以 从这一些我们可以看到 诸葛亮他有法家的思想 完完全全是跟他在创业学堂的读书是有关系 那我们再来讲到 就是荆州学堂的三大名城 三大名城全部都是法家 旁统我们说 他认为他是纵横家 那诸葛亮呢 是法家 刘毅那也是法家 基本上他们三个都是法家 为什么 他们都是讲究全谋全数 况且 他们都能够提出不同的长江战略 这一点过去历史学者 很少人研究 但是我们今天回顾一下 就是曹操 公徐 公徐诸葛亮避祸 诸葛避祸 我们晓得 诸葛亮避祸之后 的的确确让他成长得很快 那至少诸葛亮17岁就呆在龙中 各位想想看 17岁是一个什么概念 17岁刚刚好是一个高二生 或者是高一生的年龄 那他17岁 他必居龙中 那显然他读书的时候 一定是17岁以前 那过去念太学 大概也要两年的时间 所以诸葛亮至少在15岁到17岁 或者是16岁到14岁 这个阶段 他在荆州学堂读书 这也是他俗父安排的 我们不要小看了 其实战火孤厨 他的心灵跟他的嫩性 是一般人难以想象 各位去看看 在1950年代 有多少14岁到18岁的 随着蒋介石到台湾 换句话说 他们在台湾举目无亲 为什么可以在台湾开支善业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这一段战火孤厨 还有包含 他的整个的迁徙过程 经过的是千辛万苦 这边我不妨我再讲个故事 就是说在1949年 冬天的时候 1949年冬天的时候 冬天来临 刚刚好 共产党接管了 杭州的城市治理 那一年 十一二月间 天气不太好 会下雪等等 但是这一些人迁到周三群岛 再从周三群岛迁到台湾 就是我们通称的这一些人 他们迁到台湾 本身是一无所有 但是到了最后 他们居然在台湾开支善业 就可以看到人的一生 上天算是非常的公平 他让你迁徙 他让你成长 可是到了最后 他也让你开支善业 诸葛亮 他是在三国年轻一辈里面 算是有战略思维 战略远光 跟战略思考的 他为什么能够提出 长江战略 因为那个时候 中原的核心区域 就在黄河南北这个地方 大家对于长江 其实并不重视 地广人稀大家根本不重视 但是诸葛亮却远光精准的 去辅佐刘备 这一些都跟他的徐州迁徙跟荆州的经验 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现在读历史 你必须要理解到 就是一个战略的形成 一个战略的思考 跟一个战略的行数 甚至于战略的塑造 这里面一定跟个人的学习 甚至于迁徙经验有关 过去我们始终讲 过去我们始终讲 蒋介石他最重视陆军 可是为什么到了台湾以后 他非要重视海空军 况且他观念大幅度的改变 这个就不得不说 蒋介石他在大陆 他在大陆时期 他虽然跟日本的陆军 你打成了一个平手 连平手都说不上 但是他的陆军不如共产党的解放军 所以他在入战失败以后 一旦他到了台湾 他的思维马上改变 我们从蒋介石的思维改变 我们反推到诸葛亮身上 他是战火孤雏 按照道理 他的教育生活应该是非常的不好 其实他也没有多少时间学习 那为什么他能够短短的 从三四年间的学习 逾越而成为蜀汉的开国成像 这一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更多时间的 这是我的